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早一两分钟开始 我戴着这个口罩刚才在H Mark Supermarket 也给人认出 很久没看到他 所以不要以为戴着口罩 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还是到 回来一打开这个口罩的时候 教堂的味道是 就是很久没有人在的一种味道 所以每一次回来 才三个人每个礼拜回来 其他我不知道 但是我感觉了 就是整个礼拜都没有人在 所以为了这些疫情 真的在教会里面 我们教会还好了 还干净 如果不干净的话 可能一进去的时候 充满老鼠 所以 还是真的开始开放的时候 回来要清洁 好我们 开始之前我们先祷告 主啊当我们回来 要开始这个敬拜的时候 做预备我们的心灵 打开我们的心灵来敬拜 既然我们看到不能像以前这样的 有师班 有各种的活动 但是我们 这个参与虽然跟以前不一样 但是我们的心灵 盼望仍然能够透过 网络来敬拜 主要引到我们这一段的时间 祷告 那以后呢 会播 Ricky做的那个 那个video 那一次 那个礼拜五早上呢 很特别 特别在哪里呢 我一进去 下午一跳 人很多 人很多 原来他们问了 他们的那个 不是只准十个人 原来准二十五个人 然后 他的那个 那个号里面 够了 我看到人多了 我们就到另外一个 一个号上里面去 然后我们在另外一个号 有一个短短的 Fellowship OK 所以一般弟兄姐妹 就自由地在交通 讲一讲 近况 连英文堂的 弟兄姐妹都 都加进我们的 那个small group 里面Fellowship 这是没有想到 真的 有些时候 单单纯粹 网络是不够的 但是 什么时候才开始了 不知道 我们继续为 我们弟兄姐妹祷告 为我们的老人家 她的身体祷告 农姊妹给 农姊妹给 主借去了 虽然我们有舍不得 但是我们还是感恩的是 她去得也很快 很安强 另外我们还要为做我们年轻的 Youth pastor 应该大家知道的 Domingo Domingo last name我忘记了 Sorrento OK Domingo Sorrento 那她八月中 会上任 但你这八月中 应该还不是在教会里面上任 当然还是 我们为她祷告 那个时候 应该 会有一些介绍 所以你们会看到一些她自我 那个video的介绍 她的背景 她的经验蛮不错的 很好 对青年人的工作都很有经验 所以 应该英文堂 Pastor Herbert 会带她一同介绍给大家 所以我们期待 八月中 很快了 今天是 七月底了 一展演又七月底了 八月又开始 八月一展演又九月 九月之后又过了 OK 所以 太快太快 所以为做 我们的Pastor Domingo OK 祷告 然后 继续为做 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 她身体不好的 然后 特别特别 琪琪已经回家了 所以 她妈妈已经Tax我 说她回家了 应该 发烧已经过去 虽然还没有找到什么原因 他们猜了 只能猜 但是 烧已经退了 已经回家 所以我们为做 这个孩子继续祷告 好 如果 你有什么提出 你Tax我 OK Tax我 我会 等一下在报告的时候 又会 会谈一下 OK 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 为做 原姊妹的 Final 我们都献上感谢 透过 原姊妹 这一次 被你接去 我们总是发觉 生命原来 总是有一个尽头的 主要帮助我们 真的 透过一次又一次的 我们的弟兄姐妹 离开 也成为我们的提醒 原来生命 那么短暂 在这个疫情底下 我们都知道 没有人 能 可以完全地 逃过 我们不知道 我们前面 那一步是如何 特别我们 也为做 每一个弟兄姐妹的 家庭 他们的工作 他们与 家人的相处 真的 那么长的时间 他们又面对 另外一种的 相处的 一种 一种心情 主要引大我们 也帮助弟兄姐妹 能够舒缓 他们在心里面的 一种捆绑 特别在这个疫情底下 就很多事情 都没有办法开展的时候 主要帮助我们 解除我们心里面的压力 特别我们也为做 教会开放的时间 在你面前祷告 我们也相信 没有人愿意 教会一直 这样下去 但是 我们在这个疫情底下 我们也知道 只有你 你的手 可以开放 因为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看到 虽然灾祸 一个接受一个 一种接受一种 但是我们总是知道 活在一个末世的时代 我们面对的这种天灾 人祸会越来越多 教我们知道 我们怎么做 活在这种的时代里面 也提醒我们 把握我们生命 有的时间来服侍你 引到我们这一段的时间 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我们有两首四歌 祝福的 那海岸 人们相距离散 有没有一种约定 永远不甘改 谁能告诉我 生命的答案 超越了时空的祝福 永远的爱 耶稣你胜过了世界 胜过了死亡 胜过了黑暗的权势 坐在腹右边 世界的亮光 荣耀的君王 耶稣无罪的羔羊 为我走上十字架 这世上的苦难 像海浪不曾停止拍到海岸 有没有一种约定 永远不甘改 谁能告诉我 生命的答案 超越了时空的祝福 永远的爱 耶稣你胜过了世界 胜过了死亡 胜过了黑暗的权势 坐在腹右边 世界的世界 胜过了世界 世界的亮光 荣耀的君王 耶稣无罪的君王 耶稣无罪的羔羊 为我走上十字架 胜过了世界 胜过了世界 胜过了死亡 胜过了死亡 胜过了黑暗的权势 坐在腹右边 世界 胜过了国 胜过了水 胜过了外 胜过了死亡 胜过了黑暗的权势 坐在腹右边 我喜欢用天允的诗歌 原因他们一定不会告我 惩罚他们版权的 站在中间的那一位 白色衣服的男的 就是他们最近做了 做了那个天允的总干事 我去台湾的时候 他们特别围着我唱一首诗歌 所以我特别喜欢他们的诗歌 他们全都是 full time job去唱诗歌的 所以是非常非常 汉油的一种情况 所以我们特别为神感恩 有这样的一个合唱团 他们很喜欢弟兄姐妹跟教会 用他们的东西 所以不用怕 那个版权的问题 第二首 是有一个画家用沙 一直唱的时候 一直用那个沙字表现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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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是一个美好的礼物 为我打开一扇窗户 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愿景 实陷在心灵的深处 星星是一个奇妙的祝福 为我打通一条道路 让我拥抱天赋永不知眼的应许 即使眼前乌云密布 啊星星的旅途 翻身越岭也不轻易 飙转角度 啊星星的岁月 天生万事总是诉说 天不再堪顾 啊星星 星星是一个美好的礼物 为我打开一扇窗户 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愿景 实陷在心灵的深处 啊星星是一个奇妙的祝福 为我打通一条道路 让我拥抱 让我拥抱天赋永不知眼的应许 即使眼前乌云密布 啊星星的旅途 翻身越岭也不轻易 飙转角度 啊星星的岁月 啊星星的岁月 千山万事总是诉说 天不再堪顾 天不再堪顾 我相信我尽力 我知道你赢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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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青的旅途 翻身越岭也不轻易 要转角度 啊星星的岁月 也不轻易 天生为谁总是习说 天不在爱你 介绍来一次读经的时间 今天我们要读的是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我们既然蒙怜悯 受了这执愤就不丧胆 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 弃绝了 不行诡诈 不谬讲神的道理 只将真理表明出来 好在神面前 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 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 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 此等不幸之人 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相 我们原不是传自己 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 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 已经照在我们心里 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 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 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 却不致失望 遭逼迫 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 却不致死亡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是耶稣的生 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 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 是耶稣的生 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 显明出来 这样看来 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 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但我们既有信心 正如经上记着说 我因信 所以如此说话 我们也信 所以也说话 自己知道 那叫主耶稣复活的 也必叫我们 与耶稣一同复活 并且 叫我们与你们 一同站在他面前 凡事都是为你们 好叫恩惠 因人多 越发加增 感谢格外显多 以致荣耀归于神 所以我们不丧胆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心死一天 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 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好 刚才所念的经文里面 讲到保罗 他的经历 他的经历里面 其中有提到 他说第一节 他说我们竟然蒙恩 竟然蒙怜悯 受了这个疾愤 就不知赏胆 他说我们 他说我四面受敌 四面受敌 这个题目是信仰的纾困方案 因为今天在这个疫情底下 不单美国 美国纾困方案 第一个就快要出来了 好像出来了没有 好像谈了 谈了第二个快要出来了 虽然每个礼拜六百块的 那个完了 第二个方案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疫情底下 都很需要这个纾困方案 我不晓得你需要不需要 为什么虚困方案那么重要 因为我们被困 困到一个地方 那个地步 我们需要一些 release 什么叫做释放 所以叫纾困方案 那属灵上面 我们也需要 那属灵的纾困方案 如何 我们就从保罗这一次 哥伦的后书第四章里面 我们看一看 他说 保罗自己说 我市面受敌 我们看一看 这个纾困方案 纾困方案 属灵的纾困方案 就跟社会上面 今天的纾困方案不一样 不是派钱就可以纾困的 因为钱不能解决 我们灵性的问题 第二也不是派食物 现在到处你都会领到食物 真的到处都可以 他听说 他说有一些以前学校 派那些学生 在午餐 你都可以进去 都可以进去吃 你不是学生都可以进去 所以也不是派食物的问题 也不是免除那个 那个债的问题 所以昨天 昨天新闻又看到了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就租房子 租房子 租的时候就 就很好了 为什么 立刻跟你的 你的房主说 我不交 不交那个费用 所以 美国很帮助那些租房子的人 所以你租房子给人 就吃亏了 他说三个月 好像120天 你不交租 你都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政府塞了 就是你不能赶他走 然后之后再说 之后你再付 所以 真的有很多开业的人 也是这样 没办法 因为真的没 没工作 所以他们需要一些 这样的方案去帮助他 我就想到 我们基督徒 属灵方面也是 我们也有 也有被困的一种感觉 所以 所以这种疫情 叫我们真的需要 保罗他的感觉 他说他四面受敌 需要这种纾困方案 那个受敌呢 被困的感觉是什么呢 受困 所以需要relief 还有一个 纾困方案 release program 英文也有一个叫stimulus 刺激方案 为什么要刺激呢 就是困到一个地步 快死了 困到一个地步 要麻木 有没有一个感觉 现在我们 被关在家里面 从三月到现在几月 现在已经快八月了 四个月了 快四个月 有没有麻木的感觉 有啊 真的有啊 所以 所以开车要小心 我每一次在Western Highway 都见到撞车 每一个晚上都看到撞车 不晓得是 是人疯狂 开快车 还是已经麻木了 已经不晓得怎么开了 所以 四级就stimulate 不想他死掉 还有这个破产 快要出现了 现在已经有四千个公司 已经申请破产 四千啊 美国 当美国 OK 我就想到我们信仰 有没有破产 也有可能 在这种困的底下 困到一个地步呢 你不要再叫我做基督徒了 如果你发脾气 发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就破产了 这信仰已经破产了 所以 如何 在这种受困的底下 我们可以释放出来呢 只是疫情困住千千万万人的心灵 困住千千万万的家庭 也困住千千万万的教会 你可以想象 这样困下去的时候 这种受困的感觉 你说没有 我恭喜你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真的很超越 OK 不是一个正常的 我们真的受困 这种感觉呢 死都要出来 所以你没有发觉 一说 一说可以释放 特别我们在 在密堂就看到了 晚上那些人喝酒 在街上 不能在 在 走坝里面吧 他们都在街上 都在街上party 困得太久了 所以一定要 要释放 那我们灵性上面呢 也是 所以礼拜五晚上 啊 礼拜五早上 去那个finrol 明明是去finrol 但是感觉我们好像有 在那边有fellowship 为什么 好像得释放了 OK 很久没有看到弟兄姐妹了 OK 这就是一种释放啊 这是受困 需要解决 那我们先要看 如何受困 受困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疫情底下呢 我们慢慢的 没有发觉 政府呢 就将疫情呢 就政治化 我之前有 有讲过 还有疫情呢 经济化 将疫情呢 极端化 还有疫情娱乐化 有没有感觉 哪里死多一点呢 哪一个城市 差一点 好像我们看到一个地步 已经开始麻木 开始好像 看小说 看电影一样看 这种的就是 就是我们困到一个地步呢 你不能不承认 我们受困 国家受困 世界受困 都停顿了 所以他们用的方法 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一直说的 天灾 一定加上人祸 为什么 因为天 所做成的 灾祸来临 人没有办法去掌握 有什么可以掌握呢 掌握你选票 掌握打仗 要不要打仗 他们可以打 可以选择 所以 为什么 天灾 一定跟下来 就是人祸 所以 人祸里面 我们真的 从 耶稣的预言里面 我们看到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 好像保罗所说的 四面受敌 我们可以想一想 中国 中国怎么样 四面受敌 疫情 随时会 会再来 所以他们 一个两个 所以我们美国 看到他们 都觉得很好笑 看到新闻 他们说 有一个外来的 有十个外来的 有一百个 我们看到就觉得 给我们 跟美国 我也叫 小某 跟大某 这是 我们甚至觉得 太夸张了吧 一个两个 有什么好报消息 因为他们很怕 怕第二波再来 美国一天 七万个 他们一个两个 报什么 都不是新闻了 对不对 但是你没有发觉 很紧张 是因为他们怕 第二波再来 所以这是第一个受困 第二呢 社会经济生产力 被逼退离 现在中国 中国不是很乐观 所以当然他们说 那个GDP 就上升了 这是做的数据而已 但是我们知道 美国也好 其他也好 就是拼命叫他们 公司回来 从中国撤退 他们都不肯了 你不要以为他们肯了 即到 你看啊 比如说他们在打仗的时候 你看他们退不退 怕得要死就退了 所以 这是第二波的 被困了 中国会不会因为 这样受困呢 也可能啊 第三 中国有没有天灾 你看 水灾 很严重啊 黄灾 几方 这些都是困 第三个困 第四个困呢 这好像官邻 领事馆 推他进去一个极端 要不要打仗 推他进去一个冷战的时代 中国说我不跟你玩 我不跟你打冷战 所以他拉拉帮 拉不同的国家 去跟中国打冷战 中国我就不跟你玩 所以四面受敌 美国自己呢 美国疫情失控 受敌啊 真受敌啊 所以不要讲数字啊 死多少人不要再讲 最好不要讲啊 但是 全美不控制在 在美国政府手上啊 中国可以 美国不可以 所以还是报啊 但是最好不要报 但是疫情的失控 是美国现在一个受敌 第二个受敌呢 社会动荡 你看到 黑人的动荡 这是每一个城市 好像昨天还是 昨天 纽约又开枪了 所以开枪不是一个 好像连续两个三次 好像 所以这就是社会的动荡 这个动荡还没来 还有更大 只是我在说 其实 纽约的动荡 还算很小事情 很小事情 你看一看就知道了 抓才十几个人 跟俄罗斯跟 中国有的时候不一样啊 他们上千人都可以抓 十几个人算什么 一些是小魁梧的 一个疏乱而已 更大的还在后面 美元的崩溃 还有什么 还有股票的崩溃 会不会呢 好像越来越近了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债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所以第二波的时候 又硬 数以万一的 的金钱的时候 你怎么支撑 一个大的 债抗的 债的包袱在里面 是第三个 受困 第四个受困 世界霸权下滑 是美国受困 因为一直都是 我是大哥 这好像英国 我们亲眼看到 从那么强的一个帝国 没落到一个 好像做了一个小 小地的一个 小小的英国的国家 所以你就看 美国现在又在 同一条的路上这样走 所以你说他不受困吗 受困了 那你说教会呢 教会也四面受敌 什么意思 聚会被禁止 会有四上 你说没有啊 他在家里面 你说教会再重新再开放 你看多少人回来 有些已经可能去到 你不晓得哪一个教会 因为在网上 有很多不同的教会 都有网上崇拜 习惯了 他就去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受困 第二 牧养受困 特别老一辈的 老一辈的牧者 赶不上科技 你说他们 他们的那个传统的 一个牧人的形象 慢慢慢慢就失落了 他们说很少人 像我六十岁以上 我都 技术还OK 很少牧师是这样的 因为我的 full time 是做这个嘛 所以我还可以 其他 你叫他做 做直播 很难 很难 甚至连 连打开一个电脑 去录影 都不晓得怎么做 这种的就是 受困 那个牧师觉得受困扰 不晓得怎么去牧养 连我们开会 我们Leader在 Zoom开会 我都问了 我们要plan一个 六个月的计划 就会怎么继续发展 刚刚也听到 听到英文唐牧师在讲 我们就会 也是要考虑 怎么local的发展 我在想 怎么local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 人都不出门 你怎么local呢 我上一次在 Leadership那个会议 之后我也问 我们要不要这样想一想 我们已经慢慢进入一个 网络的教会的时代 local church 当然我觉得 神给我们locate在 悲杀也是一个local 我们有个使命在这个地区 但是这种疫情底下 最少还有六个月 最少还有六个月 地区已经不能谈了 因为没有人 没有人 你说我们开一个 一个local的party 你看有没有人来 没有人来 你说什么local 已经没办法 所以甚至这个 新的牧师来的时候 我都要提醒他 我们要plan一下 怎么做网上年轻人的 我们教会的栽培 跟福音的工作 教会发展的时候 这个online church怎么做 你不要只等到那些 那个mega church 上万人 他们可以contract一些 marketing company 你做网上的那个 那个marketing 他们可以 你在做网上marketing 我不晓得你 你晓得不晓得怎么做 我晓得怎么做 但是我想 只有mega church 愿意这样付钱做 什么意思 如果有人想找 Queen's Bayside Church 在Google search 一把 就是你的教会 pop up第一个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很难 你就多难 你都不知道 但是我们就会做到 所以你们回去 在Google search Bayside Chinese church 我们是第一个pop up 但你知道 你的business 要做到第一个pop up 一定是付钱的 所以有人不明白 Google 什么都免费 它怎么是变成世界最大的 那么大的一个公司 因为你search 所有东西pop up出来的 你都要付钱的 我们叫做beat 那个pop up 全世界有多少人 在用Google search 每一个pop up 五毛钱 到五块钱一次 你就可以想象 一天它可以赚多少钱 digital marketing 就是这样做 你愿不愿意付钱 我用一万块 有人上网找 Chinese church 我们pop up第一个 每一个pop up出来 你可以beat 五块钱 一个人 pop up出来 就介绍我们 CMCQ 你愿不愿意 没有教会愿意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concept 叫digital marketing 很多公司都不愿意 所以这种就是 也是教会发展的一种受困 因为经济 奉献财政受困 所以还加上 那种的digital marketing 怎么做 不愿意付 还有第四 信仰思维在疫情底下 受到前所唯有 所有这种的挑战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 这个New Pentecostal movement 又出现了 一个全新的灵恩思维又出现 当然我们就会也不接受灵恩思维 但是又有一个更新的灵恩思维又出现了 因为是Donald Trump的一个pastor 现在是女的 那个pastor提出一种新的movement 就推Donald Trump上路 说要给他再做四年 然后要托很多很多pentecostal church 就支持他 说他是神爽定的一个特别的人 会将美国带回去一个基督教的立国 所以到底他们台下有没有什么协议不知道 可能已经讲了 所以他做什么 他可能杀害多少人 不理多少人 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我们怎么都支持你上位 再做四年 但是你有一个条件 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要将教会带回 基督教带回美国立国的那种样子 你接受不接受 但我知道他们真的已经这样讲 而且是那个女的牧师自己讲的 所以他就带起一个新的 这是一种前所没有见过的 一种在这种疫情底下的一种信仰的挑战 他们说是基督教的 基要派的信仰 支持他 那我们也算是基要派的信仰 那我们的信仰能不能帮助我们也接受这种的支持 支持一个什么都敢做的一个领袖呢 不知道 这是一种挑战 可能我这样讲 我们也有会有觉得 我们应该支持他 你这听得出来我不支持 所以说那一次在Finder都有人问 你支持他吗 我说我支持谁都可以 这不要支持这一次的我们的总统在座四年 因为太危险了 无论怎样 你都会觉得很危险 现在我们落在一种 你不能不面对社会 你一讲社会的时候 立刻就有人用信仰去反驳你 这就是一种挑战 我们信仰的一种新的挑战 以前成为没有 以前从异端成为我们挑战 现在是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政治都成为我们的信仰的挑战 所以教会也这样四面受敌 那个人角色 很多父母在家的家庭的角色定位 在这次疫情底下都改变 可能爸爸要在家 以后再在家看孩子 妈妈出去做工 所以定位前途还没有定好 这是受困了 第二 教会家庭角色 教会在家庭的角色 妈妈还没有摸好 以前在家在教会里面 你是执事 你是什么负责人 你是领袖 但锁在家里面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是 你什么都不能做 上网开开那个领袖会 上网开一开就还是 但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教会的跟家庭的角色 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是受困了 过去在信仰的时代 又不一样 我们面对着这种疫情的底下 我们怎么去 去 我们去fight 我们去打下去 我们去忍下去 越看越恐怖的时候 还要多久 还要不要反抗 要不要起来 这都是我们的信仰 成为我们的一种挑战 因为以前我们的感觉 我们的感觉就是 我们以前都这样传跟这样听 保罗那个时代的政治 是一个暴政 是一个极传的暴政 这是罗马帝国底下 当然这是暴政 但是他说为在上执政的掌权的祷告 我们都submit在那种环境底下 基督徒应该在任何底下 都应该submit 对不对 对啊 以前我们都是这样 那现在面对这种疫情 面对这种社会的时候 基督徒要不要站起来 这是一种冲突 信仰上面内心的冲突 我不是说我们要站起来弄 我只是说 我们都面对着这种的冲击 我们在这种的挑战的底下 被困的底下 你怎么面对 还有人与人的距离越来越远 那种的危机的感觉 以前都 你觉得你需要去接受他 向他传福音 现在呢 最好你距离跟我远一点 最少六尺 OK 不能太近接近我 你看 再过六个月以后 这种慢慢就行为实惯 人与人的关系就越来越远 这是一个危险 这就是一种 对我们内心的信仰的一种挑战 它跟我没关系 它跟我越来越远 这是一种冲击 所以四面受敌呢 在保罗的经历里面 他就说 虽然我也四面受敌 但我怎么走出去 这就是今天我要提的 一个属灵的方案 第一个方案 他怎么说呢 就是经文里面 最后那几节 就说我们不算胆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 星期一天 你看的是什么 他说 我们越来越衰残 会不会 所以在家里面 我看到有些人 凑的时候都不出现 为什么 不想人看到我很depress 不想人看到我胖了很多 这就是不想人给人看 因为我们看的事情也很多 多到一个地步 我们受不了 所以depress 所以你看什么 也是帮助我们 在属灵里面 有什么不同 我们在说 看 可以看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真的看到新闻里面 每一天都只是告诉我们 哪一些医院已经受不了了 哪一些城市已经 确诊人数越来越多 当然我们要看清楚 不是不看 所以政府叫我们不要看 只是他们是 广东话叫 淫移斗灵 蒙的字 好像鸵鸟 在沙堆里面 不要看 只看另外一些 所以为什么现在 有人说 为什么关领事馆 关领事馆就是要我们注视 看的东西不一样 天天都看疫情的时候 给我们看一些别的 他就吵起另外一个新闻 关你的 云士顿的领事馆 什么理由 他说里面有一些敏感的资料 个人的资料 证据呢 谁的资料 这后来 我看到有一个 有一个非常 有些冲突 那个冲突是什么呢 他说一定是中国 偷我们美国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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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研究 研究报告 但 但有另外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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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说什么呢 我看完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个 这个 拉影都 都十分厉害 你说 你说他 偷了 因为之前 不是 拉了两个 中国人说 他 他偷 新的 那个 研究报告 吗 但另外一个 就说 中国跟 在联合国 跟全世界 签了一个协议 中国什么时候 研究了出来 他的研究报告 跟疫苗 都要公开 给全世界 美国做了吗 美国没有做 他偷你的 去 全世界的公布 我觉得 这个不是 Rubin Hood吗 你们 明白意思吗 美国一天到晚 想尽快出来 我赚大把钱 美国都这样说 我们是美国优先 而且卖不卖给你 以后再说 美国以为自己 最先出来的疫苗 结果呢 可能现在中国 最先出来了 所以应该下 下 下一两天 第三个阶段 有三万人 就 已经在人体市了 在中国 中国跟全世界 签了这个 是要免费 公开 给全世界 都可以有 这个疫苗 美国没有做到 他偷你的疫苗 去给全世界 多好啊 我觉得好啊 这就是 我个人 我在说 你说我 我乱讲 但是我的理论 思维是这样 因为他真的跟 全世界公开 他的疫苗的进展 美国没有啊 美国没有啊 OK 所以你说 你说他偷美国的 去公开 我觉得也是 应该要这样做 应该要这样做 OK 所以这是产权 如果是疫苗的时候 我就觉得 中国做得对 OK 我这是美国人 我才敢这样说 OK 所以 你看什么 你看到的 到底你是看 很差的一种情况 还是看远一点 看准确一点 这是一个机会 第二 你期待一些什么 在这个灾难 在这个疫情的底下 我们看到 真的有很多人 的生命离开 不单是那个 确诊的数字 惊人 我们要看的是 死亡的数字 我上个礼拜也说 有人甚至 连死亡数字 都不相信 死亡数字 是很难做的 很难做假的 为什么呢 要出死亡证的 他们用这个 出的死亡证的 那个数字 就一看就知道 不是随便一个人 一个名字 就说他死了 不是这样做的 所以 你不相信 那个数字都在 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多 所以你要看 是什么 当然也是要看 这种危机 在这个危机的背后 也是一个 我们要看清楚的 就是 我们 等待的 耶稣 可能 不是可能 是真的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你要不要看到这个 你看 我看到 我觉得 我开心 我觉得 主早一点 我们都这样 祷告 主啊 你早一点 回来 好了 真的 你看到 按照耶稣所说的 一个一个应验的时候 他不是 快要来了吗 这就是 在我们眼前 天灾 就是 激方 地震 瘟疫 战乱 都出现了 都已经越来越 接近 所以今天 也有说 美国 美国 西岸 那个大的动荡 地震 可能会 会在 今年开始 会越来越多 因为原来 之前有一个地震 是 7.6级 你们发觉 新闻都没有报 都没有 我今天还看到 原来那么严重 7.6的地震 非常严重 原来他说 这只是一个开始 还有更严重的 要来了 所以 你期待什么 我们期待的是 基督要回来了 那你预备什么 当我们知道 真的 主要快来的时候 你预备什么 怎么去面对它 所以我们做了一些什么 我们完成些什么 所以我反而看的是什么 就是真的 现在越来越多人失业了 你知道 我看到的是一个机会 以前我做都不敢做的 Animation 我现在敢做 为什么 因为以前 上百万的 投资才能做的 现在可能几万就能做了 为什么 因为没工作 没工作做吗 他们没工作做 我现在请的都是 西伯利亚的 Ukraine的 那些Animator 他们很低的价钱都愿意做 我就是看到 这就是一个 为神做一些事情的机会 你看到什么 所以这就是 我想提出的 一个属灵的疏困方案 第一你看 看什么 看远一点 看准一点 第二 你期待什么 不要期待 圣结嘎声 这是很基本的东西 期待的是 主早一点会来 我们要预备的是什么 预备见我们的主 你做到这三个 你想到这三个 你就知道 属灵里面还是有出路的 所以保罗说 四面受敌 也不怕 我们祷告 主要帮助我们 真的在这种疫情 一天比一天严重 但是我们还是 妈妈妈妈妈 好像麻木了 虽然我们知道 危险还在面前 我们内心都有很多的困扰 我不晓得怎么走出来 但帮助我们 我们透过保罗 在这里所说的 成为我们的提醒 看远一点 看准一点 因为我们真的知道 主你快来的时间 越来越近 也帮助我们好预备 我们见你的面 预备一些 我们为你所做的 有一天我们可以向你交账 主我们谢谢你 听我们在里面前来祷告 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阿们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低头领受主的祝福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众能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特别有一些报告 我刚才有提过了 等一下我们之后就播一下 圆姊妹 我们纪念她的一个video 然后下个礼拜 我们就将她的finery 介绍给大家 另外八月中 我们新的youth pastor youth director就来了 我们比较长时间 用一年的时间来试用期 我希望大家都为她祷告 支持她的工作 因为我们在面对着一个网络的时代 youth pastor更加需要 还在technology上面 怎么跟年轻人在这 怎么跟年轻人在这 在这